美鳳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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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手訓練是大概這兩年我們去安排一下 一開始他們自己提出自己的菜單 然後我們會稍微看過 然後帶他們兩個人兩兩三三的小組一起去安排訓練 那其實蠻大的一個目標是 我會希望他們學會自己的訓練之外 除了在讀書自己的學習 就是在人生各方面他們應該都是自己的想法去前進 教練逼他們 老師逼他們 爸媽逼他們 他們要替自己的生活 替自己的未來 這方面的目標 這幾年進行下來真的成果還不錯的是 像我們這間隊長的柏仁 他其實真的會自己去看NCA的或是國外的很多影片 然後來帶他們去訓練 然後其實很多球員也開始去發展自己 說我要練體能的 我要練彈跳的 我要練中風動作的 因為現在的網路很發達 所以他們自己訓練更有可能去運作得更好 之前有提到洗球衣的事情吧 因為這不是第一年啦 每一年都有發生這種狀況 有學生都是瞞著家長來打球 有一個隊友他爸媽握手給他打球 就有一天他叫Mashi 我以為是只有那一天開始叫Mashi 沒想到接下來每一天他就把衣服塞到我塞自己 然後叫我幫他洗 其實就是我自己洗我自己衣服 然後順便幫他洗 就這樣大概洗了半年了 然後每天就把衣服帶給他 然後半年都是他穿的衣服都是我洗的 然後每天都把衣服帶給他 家長們其實會覺得 其實一起來要改變怎麼能幹 家長們會覺得說 怎麼力這麼多或是幹嘛 但是就跟讀書一樣 讀書跟打球一樣 就是我們都可以從總統獲得東西 我們要獲得東西 我們要獲得東西我們都必須付出努力 我們讀書付出努力 所獲到的結果就是學歷 那我們從打球獲得的東西 可能是一些心態或是一些經驗 或是一些交到一些朋友這樣 只是因為讀書在社會上 做過的比較多東西 不代表打球的努力 就我們不應該去打球 這樣 而且兩個真的不錯 其實他們是一群很多壓力的孩子 就是無論是對自己也刻意壓力 就父母給予他們自己給予自己的 可是他們也是一群很愛打球的孩子 那他們常常在這兩件事情中很掙扎 像打球 可是又不能打球 因為我覺得 之前跟我談論到退隊 或是壓力的事情 就是常常會苦 我相信不同的球隊都有不同的壓力 可是他們更多的壓力是來自於 他們沒有被家長賦予肯定 他們在打球場上的表現 只是他們的喜好跟興趣 卻沒辦法一直去接著他 那他們真的很辛苦 可是他們卻很投入更多的時間 也很願意的犧牲 有些讀書或陪女朋友的時間 來打球 來練球 球學聯盟 我們下次見 跟人家都喜歡 下次見 請路面 請路面 請路面